欧士丹 欧斯丹有收购 令到醃升了 区贵收购一个美国的活力品牌 之前一直留着那个不错的苹果 为何维持呢 因為它的主品牌是歐斯丹 另外有部份的增長動力也是靠收購那邊回來 其實現在市場上去看收購相對上正面 所以今天就令到它抽到12%上來 短期來說 如果沒有市場沒有降的話 相信其實就是歐斯丹 如果你沒有追到進去 中長時間我覺得是繼續可以去留意 因為你很大的調整 其實它不是說有什麼重大的事件 即使你在疫情來說 它也不是說有什麼很大的 對它的業績來說很大的負面影響 反而因為今天因為收購抽到上去 未買的朋友 我寧願建議大家等 等它靠近30元邊有機會 然後你才考慮看看會不會收集 再衝進去的話 這些短期的消息 news driven 即是不能夠排除它 還有它破了之前的頂 這些東西和之前的高位 其實都破了 很難排除它 有機會抽高一點點 你看它今天抽了10%上來 其實那個升幅也不小 對這隻股 你再好抽得很高 我相信短期也不會說有太大的一個很強的聲勢 因為除非你有其他的news 因為你真的收購的 我就覺得好一個news driven 所以未買 我覺得你等下30多元 30元邊這個水平 才再放進去 中常的市場我覺得是很容易去持有的 即股份 如果你有拿著的話 你當然是拿著 或者你考慮在高位做tactic profit 但你再想的話 我看就32個領 或者33這個水平 如果它真的再升的話 其實都應該是有一定的阻力在這裏 這是大家要去留意一下 而且我覺得這隻股是大家不妨可以 中常線去吸納的其中一隻股